最近各位有搭LIFT嗎? LIFT是一個非常特別的APP 一般來說這些服務系統都會有一些評論你的司機的東西 如果你覺得這個LIFT司機好 你就可以給五顆星 不好的話你就可以給一顆星之類的 但是LIFT很特別 它還給了司機評論乘客的機制 我記得我上次從機場回來的時候 跟我一起的人就說 不要講中文 也不要討論政治 不然可能會拿到一顆星喔 我當時就覺得說 天哪這什麼共產黨式的社會信用系統啊 如果你今天做到的LIFT 你只是要求司機把窗戶關起來 然後開的速度到speed limit就好 如果司機不爽你提這些意見的話 就會給你一顆星 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 中文文文文文留言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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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out of my car now! Get out of my car now! Hey you're going to have to open that trunk I'm not going anywhere until you open that trunk Get ou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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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pe You're going to have to get my bag out of your car OK I think that that's all you want I just want my bag man All I want is my bag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You're a bitch Thank you 當然這個影片是一個趣味影片 不是很有什麼新聞價值 但是這就是現在的美國 很多人說川普讓美國分裂 其實不是的 是現在我們每個人在看同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觀點是完全不同的 我是Edan 歡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今天節目是由 No Wonder Media神奇傳播贊助播出 社會是不是變得越來越不可理喻 為什麼搞笑的新聞卻可以變成真的 我們保守派 我們基督徒 到底在保守什麼 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值得我們去保守 這裡介紹各位一個 好笑、歡樂、充滿知識 又傳達正確價值觀以及福音的節目 神奇傳播 No Wonder Media 由周一方 牧師帶領的團隊以3D或者2D的動畫 製作出來的小品 每天幾句短短的內容 讓你的身心靈都成長 讓看聖經更有趣 讓生活變得更豐富 千萬要看到節目的最後 我們會提供一些小小的Sample 也請各位 繼續透過Coffee的會員來支持我們的事工 讓我們這個節目可以繼續的做下去 剛剛的影片 那個女的說 啊!我全部都有記錄下來 那個男的也說 我也有 簡單的說就是那個男的在說 天啊!好險我又把這個記錄下來 這個人簡直就是神經病 沒穿鞋也不好好開車又暴怒 那那個女的也是在說 天啊!好險我又把這個東西記錄下來 那個人簡直就是神經病 管我開不開窗戶 而且還叫我請醫腺素小心駕駛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事情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在左派的世界裡面 這個是不應該發生的 也不可能發生 恭喜那些對象 就連左派自己的人 都應該要被攻擊 美國黑人女性饒舌歌手 Niki Minaj說 我的表弟住在Trendon 不打算接種疫苗 因為他的朋友打了 變得很嚴重 他的搞完腫脹 本來這幾個禮拜就要結婚了 結果那女的決定說不解了 所以好好禱告 確定你要做的事情是 你要做的決定 而不是因為你被霸凌 很特別 我從來就不會覺得說 我有一天會幫Niki Minaj說任何話 但是他現在做的事情 他現在說的事情是完全正確的 你是一個人 你有權利為你的身體做決定 你要打什麼東西到你的身體裡面 是你要做的選擇 不是政府的選擇 政府不應該有任何的強迫 跟我一樣 我也沒有說我反對疫苗 我反對的是政府強制疫苗 但是這些話誰聽的都不爽 左派認為說我不在乎其他人的死活 我在推崇反疫苗 我自以為是右派 但是其實是左派 基督徒說我分不清楚聖經的內容 說我在幫助政府推行壽印 說我是敵基督 但是我在說的只是 你是個大人 OK? 你有義務要管好你自己的人生 現在這些人的意思 跟Niki Minaj說的 Pray about it 是完全相反的 你不能禱告 一定要完全的服從 我們不能討論什麼副作用啊 抗要性啊 什麼什麼的 這全部都是陰謀論 你打的話就是接受左派的陰謀論 不打的話你就是接受右派的陰謀論 這一點我是完全同意這位饒舌歌手的 我基本上從來沒有聽過他的歌 也不是他的粉絲 我今天聽了一下 我還是覺得我不是他的粉絲 歌詞的內容就是什麼 什麼舔別人的屁股啊 什麼之類的 Not my cup of tea 但是現在他被全面圍剿 所有的攻擊全部衝上來 他的Instagram內容還上了 Fox News的Tucker Carlson 的節目 講說他的經過 結果被說他是白人至上 他的回應是 沒錯我不能說話 同意甚至任何一個 從特定黨派出來的人 我們人已經不是人了 如果你是黑人 而且民主黨叫你把大理石塞進你的 你就一定要做 如果命一黨的人叫你 小心公車你就站在那邊被車撞 下一個推文 你知道有多少美國總統是白人至上嗎 拜託請回到重點好嗎 你們做不到主題是 問問題是OK的 但是主題要改成 Nikki 去跟白人至上的人說話 這樣你們晚上就可以安心入眠了 白痴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失去了獨立思考 以及獨立做決定的能力 只要別人不同意 馬上高貌就會被戴上 而且會利用整個新聞 以及主流媒體一起來攻擊你 然後人們像 Nicki Minaj 我必須說這個 你有一個網絡的網絡 有22萬的網絡 OK 我有2萬的網絡 你有22萬的網絡 網絡 在Twitter 你用你的網絡 去支持我們的社群 不要保護自己 救護自己的生命 我的天 姐姐 你能做得更好 你得到那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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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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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 左派的聖經撰寫者 Dr.Falci都出來說話了 How can health authorities even attempt to combat this kind of misinformation coming from somebody who is a huge and beloved international star like Nicki Minaj? It's very difficult there is a lot of misinformation mostly on social media and the only way we know to counter mis and disinformation is to provide a lot of correct information I'm not blaming her for anything but she should be thinking twice about propagating information that really has no basis as except a one-off anecdote Nicki Minaj caused controversy when she tweeted my cousin in Trinidad won't get the vaccine because his friend got it and became impotent his testicles became swollen of course your cousin's friend is a much more trusted source than all of the world's doctors 各位可以看到 這幾個人在講的東西 就是像現在這樣的人 在網路上亂發的東西 是在傷害人的 是在傷害這個社會的 你們說要在自我調查的意思 就是在社交媒體上面 看別人在講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些人有社交媒體的自由發言權 是個大問題 會誤導社會 所以解決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要徹底的控制所有人的發言權 才可以控制文字 最終可以控制所有的思想 來達到所謂真正的合一 這句話不是我說的 說這句話的人是 Giovanni Gentile 他是法西斯主義的作者 他是馬克思的老師 剛剛那些人說的就是 你不需要自己思考 你不需要自己做調查 你只要聽我們的就好 我們來聽一下 Nikki Menard 是怎麼樣自己評論這件事 我記得的時候 我小時候當我站在社交媒體 我會採用了聖誠 他人在社交媒體會告訴我們 祂鄉 吧 你會可以教父�會獨自得 見到獨自得獨自得 因為很多人在很多國家 都無法教教人 裝自得獨自得獨自得獨自得 他們必須藏法 要遮藏的福音 如果他們是基督 在某些國家 我一直在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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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不得到这些东西 你不要看 我们现在在那时期 那些时候 人们会把你抬起来 我不是在说 人们会把你疼 人们会把你疼 我一直在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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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妈 不错 你不是说 刚才会在教堂 我一直在教堂 我爱这位是 我一直在教堂 我一直在教堂 但我一直在教堂 那些时候 not too long ago where you couldn't even make eye contact with people and you're okay with what's happening we're no longer even allowed to voice our opinions or to ask questions here's what's interesting what's interesting is so many of your favorite artists feel this way but they're afraid to speak up and i can't blame them look what they just did i won't never use twitter again 他讲到的两点非常值得 我们去思考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让任何人决定 你的身体里面该打什么药的话 你就是一个彻底 失去自由的人 你连保护自己的身体都做不到 另一个就是你有权利 应该要自己做决定 当你有问题的时候 你有责任把这些事情搞清楚 没有人有资格 在你还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来强迫你去做任何事情 这个是人跟人之间的 基本礼仪 如果你把这个权利放弃了 你就跟一个小孩一样 你必须要听大人的 但是你不是他们的小孩 你只是一个第一种人 政府不是你的朋友 政府不是你的家人 政府永远只是想要打算夺取你的权利而已 而且奴役你的一群人 只有在被限制的政府下面 人民才可能有自由 但是政府也是人 他们也不想要受限制 他们想要更多的控制 所以说会制造出各式各样的机构 说是要来保护你 但是其实是要来夺取你的人生 接下来为各位献上一个娱乐新闻 这个节目为了帮老人发声 特别选择这个画面 马丹娜 一位高龄的老人 上BMA的颁奖典礼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但我们还在这里 妈妈 我们还在这里 妈妈 各位唯一 杯40的 MTV 喜吗 快点 来 2021 MTV 動画 表演 eru像 微信 轻驳 當這種畫面出現的時候,我們就應該知道就是,我們的社會制度是在虐待老人了 讓一個老人穿成那個樣子在台上,不但是在虐待老人,而是在破壞我們的電視機 你看他在台上走路的樣子有點晃來晃去的 六十幾歲的阿嬤穿著這麼高的高跟鞋,萬一摔倒的話,是要找什麼樣的工商律師 我們只能禱告,拜登不會有一天穿成這個樣子在國會演講 不過現在這個時代,已經變成什麼都有可能發生了 我剛剛才閃過一下拜登穿成那個樣子的畫面,我都快要哭了 但是某層面上面,我看到馬丹娜在台上穿成這個樣子,我不覺得是一件壞事 這裡有一位老太太,已經沒有任何的技能了,已經沒有任何的才能了 在台上做出了這麼驚人,這麼奇怪的舉動 在攝影機前面脫衣服,拜託別人來注意她 與其說這是有攻擊性的,還不如說這讓人感覺很可憐,很淒涼,而且很無趣 你不會想要責罵她,你反而是想要幫她披上一件外套,然後跟她說 你要抱來一碗熱湯之類的,然後跟她說 沒關係,你已經不需要再這麼做了,你可以休息了老奶奶 馬丹娜這個行為代表了這整個時代的行為 代表了這個時代的文化會變成這個樣子 她也出了一份力量 這個時代跟VMA的活動內容一樣,充滿著色情、暴力、髒話 為了只是想要衝擊人的眼球促成商業交易 但是這樣子的行為,卻沒有出現在任何新聞畫面上面 甚至沒有人在意了,沒有人在意或者關心這個樣子的變態文化 我還記得我高中的時候,Britney Spears還有Christina Aguilero 在台上跟Madana接吻,結果全國媒體都在報導這件事情 但是這次卻沒有媒體在報導 然後Madana高齡在台上穿丁字褲 你會看到剛剛這個畫面是因為我把它放在新聞裡面 你才會看到 那Madana活躍的時候呢 當時的文化是相對保守的 當時的女星穿少一點衣服啊 或者是穿著內衣拍片啊 她的歌詞就是說什麼她怎麼樣喪失處女魔的 這個樣子就會爆紅 而且奪取了很多眼球的注目 那個時候簡直就是一個翻轉思想 然後在娛樂界是革命性的改變 但是現在的歌星可以在他們的MV裡面 互相做出性愛的行為的姿勢 然後歌詞基本上是完全關於如何取悅男性或是女性的生殖器 卻變得稀疏平常 不會有任何的新聞價值 甚至沒有人會想要知道 甚至沒有人知道 他們就必須要使用更極端的手法 更噁心的畫面來達到當時馬丹娜露個肩膀的效果 例如像說什麼去地獄跟撒旦做愛 就算變成那個樣子 那個Little Nass也幾個禮拜就消失了 他們每個星期都要做出更誇張的事情 還有更浮誇的活動 才可以繼續曝光在螢光幕前面 Little Nass之前就弄了一個他自己懷孕的一個照片 那在一個我們搞不清楚男人會不會懷孕的一個社會裡面 然後他就繼續在這個螢幕前面 我們的文化有一段時間是鼓勵人當性變態 無恥無腦的去做這些行為的 而且把這些行為當成是革命性的進步 這些性變態被看成是一種保守壓迫時代的反抗軍 反抗者 他們被看成是革命的先驅英雄 要來推翻一個古老的不自由的文化基礎 現在他們成功了 他們徹底的顛覆了整個文化 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他們一切性變態的行為變成了一個常態 變成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女生就可以隨便去拍A片 男生可以隨便亂性 女生可以跟男生一起亂性 這個就是他們掌控的文化 而且這就是現在的文化 任何一個反抗軍推翻了原本的政府之後 就會要變成新的政府 而為了要保護他們的權利 他們就必須強制的把自己的思想灌入到這個社會裡面 大媽穿著丁字褲已經不再代表他在反抗任何體制了 因為他們已經有權利了 證明這一點就是其他二十幾歲的明星在上面拖個金光 然後在那邊跳鋼管舞 他們的行為已經跟阿嬤是一模一樣的了 這已經不是一個革命性的行為了 反而是一個主流的而且無聊的 是一個空虛的是被接受的行為 當然這樣的事情一直以來都是無聊的都是空虛的 只是我們當時以為是奇特的 以為是革命性的 以為是自由的 只因為當時的年輕人認為這是在打擊保守的體制 這是在反抗壓迫的社會制度 當這一切已經不是在反抗任何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來 這些人就是一群沒什麼才能的人 這大概是我覺得最值得令人興奮的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撒旦他做的事情基本上沒怎麼改變過 他們的行為只是很無聊而已 而在這個社會上面只剩下空虛無聊的情況下的時候 美德跟道德變得讓人興奮 而且美德道德崇高 反而變成了反抗這個充滿色情暴力無知的社會 現在我們很多明星可以在台上把腿張開 脫光光 然後在那邊扭來扭去唱個什麼墮胎好棒棒的歌詞 而大家會覺得這個沒什麼大不了的啊 這並不代表勇氣啊 或者是有任何改革的意義啊 但是如果有一個明星 他如果願意站出來說 我們要保護這些還沒有出生的小孩 這些胎兒是生命 不是女權的武器 傳達好的價值觀 使用理性思考 或者是站在台上說 我愛美國 我愛這個國家 這個就會變成很大的衝擊 CNN會花很多時間還有報導 來去罵這些明星 這些聲音變成勇氣的發聲 而且會變成一個革命性的思想還有行為 所以現在就是我們要保守我們價值觀的時候 我們就是這個時代的反抗軍 我們就是這個時代進步的先行者 我們就是這個時代被壓迫下面自由的代表 我們就是一個在強大的政府體制 還有所有管理系統下面一個不屈服的聲音 他們想要摧毀而且掌控我們 這是一個很不好的局面 我相信沒有人希望活在這個樣子的壓迫下面 但是現在就是最好傳福音的機會 特別是跟年輕人傳福音 因為年輕人天生就想要抵抗權威的勢力 現在你就是要告訴年輕人說 你要加入我們 你要加入反抗軍 我們就是抵抗這個社會的反抗軍 或者你可以加入到那個在台上拖光光的阿嬤 他還想要用他的思想繼續來控制你 你有機會得到自由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管好你自己 而且保持持守聖經的價值觀 你可以有機會變成一個有美德 有道德有獨立思想能力的人 你不需要變得跟那個拖光光的阿嬤一樣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看看留言吧 好我們來看第一個留言 第一個是來自 Rig Ya T 哈哈哈哈哈哈 他說自己離開再說 跟健民老師一樣說到做到 誰是健民老師啊 呃不知道 健民老師是誰 可以請他回答一下 不過他應該是在說就是我們說 大家現在應該要離開家之後這個樣子 對 但是其實離不離開家之後你自己決定嘛 如果你要是有小孩小孩在上學 那你覺得你可以搞得定你的homeschool 你會讓你的小孩思想非常的堅固 你不會讓他左派帶跑 那你就是自己做決定嘛 對 要禱告神如果讓我們做一粒米 那我們也不能違背神的旨意 對 說利包走人就走人 雖然去了外州可能會真的生活比較好一些 你至少住房 你知道最近那個加州那個發生什麼事嗎 嗯 是扭升重新簽了一個這個東西 說現在的房價會這麼高的原因 就是因為房子太少了 哦 所以說房子要變多才行 說要重新規劃 你如果你家你後院很大的話 嗯 他就要把你的那個後院充公 他會跟你買下那塊地 然後蓋其他的房子 我上次看到的內容好像是這個樣子吧 我可能要重新讀一下 我如果讀的沒錯的話 好像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說你要待在加州的話 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你歡迎留下來 我是 那已經要計劃要離開加州很久 下一個第二個這個觀眾朋友的留言 他說 戴口罩並不違背聖經的教導 但可以防止病毒的傳播 基督徒如果在疫情中犧牲自己一點自由被隔離 戴口罩保護自己及別人 我想神是喜悅的 那這個問題呢 我覺得這裡面最起碼有兩點 我們可以一起思考一下 第一點就是戴口罩是不是能防止病毒的傳播 這是第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 就是他們讓你戴口罩 口罩這個東西真的能防嗎 病毒多大 口罩多大 那個缝多大 哎呀就是你這些東西都是要考慮的吧 口罩到底能不能防止病毒的傳播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國家強制每個人去戴口罩 這個妨礙到的自由到底是什麼自由 是說只是我犧牲了一點我的個人自由 然後來配合大家做一個集體的東西 只是這樣而已 還是政府從中剝奪了你的權利 然後這個權利 永遠都不會再還回來給你 政府這個戴口罩的東西 因為他一直呼籲的就是說 我們大家那個犧牲小我呀 然後共建大我呀等等 但是這個問題是不是實際上只是這樣一個問題 就說我戴上了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配合這個東西變好 是真的這樣嗎 還是這個東西只是一方面的說詞 他在其中拿走你的權利不會再給你 沒有錯 基督徒如果在疫情中犧牲自己的自由 被隔離戴口罩及保護別人 自己還有其他別人 我想神是喜悅的 某層面上是應該被同意的嘛對不對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這個決定是要基督徒自己做決定的 不是政府可以幫你做決定的 你沒有資格管任何人戴不戴口罩 你只能管你自己戴不戴口罩 這個就是 如果你只要管到別人的 你就是你在壓迫其他人 這個道理的話就跟同婚 你不能說別人能不能同婚 這個左派一系列一直以來使用的 就是你在壓迫別人 那口罩這個事情就是 就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只是現在是左派在使用而已 左派使用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想要你放棄你的權利 就只是這個樣子而已 我們可以看到說這個新聞出來 艾美講 所有的明星大咖去領獎 沒有一個人戴口罩 也沒有一個人有社交的這樣的距離 但是我們同時又看到 很多人他戴著支持川普的口罩 他戴著梅干的帽子 或者是有個兩歲的小孩 在飛機上喝酸奶 沒有戴口罩 這樣的人會被趕下飛機 會被保安來叫說你們必須要走 口罩真的能防止傳播病毒 然後這個病毒又那麼可怕 你如果戴了口罩就不會有那麼多人去死 等等等等的 就是這一切的問題如果成立的話 那艾美講所有那麼多的明星聚集在一起 他們為什麼不戴口罩 他們不怕病毒嗎 病毒不去找明星嗎 那他們不戴口罩的話 不會引起一波大的傳染嗎 這是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坐在飛機上 一個兩歲的小孩在喝酸奶 他們就要求你必須要戴口罩 為什麼你戴了支持川普 你戴了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罩 你就會得罪到這些人 這就是成為你必須要被趕下飛機的理由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邊看去說 這個東西到底是一個政治工具 還是真的像他們 像Dr.Fossey說的 你剛開始告訴你不要戴口罩 後面告訴你戴一個 後來告訴你戴兩個 現在可能是往臉上 你耳朵能掛多少就掛多少 那可能就是最好的選擇 所以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可能要做一個區分的東西 這一切跟口罩 口罩的沒有關係 對 這只是為了一個達到政治目的而已 這個很可恃 然後第三個就是 這好長的要幫你唸 好我來唸 因為判可 好吧 這個第三個這個朋友 他是看完我們的節目之後 有了思考 所以問出來這個一個問題 他說請問 如果去年大選是7000萬的保守派投川普 那按理講 即使沒有新人加入 保守派應該也還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群體 不存在人少需要多傳福音擴充隊伍的問題 可是為何還是一盤散殺的狀態 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總是感覺 北美基督教保守派的教義 莫名的強調個體獨立 鼓勵人人互不關心 各個教會之間也很少互幫互助 我翻遍聖經都沒有找到支持這類個人主義思想的經文 反而覺得聖經一直提倡一種東方式的人情社會 而不是原子化的個人自由 難道只有我一個人覺得這一系列的失敗 都和保守主義思想背離聖經有關嗎 所以他在這裡面提出了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說我們的確是保守派有7000萬的保守派 投票投了川普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還是一盤散殺的狀態 我發現其實不是所有的保守派裡面都是真的保守派 就是並不是所有的保守派都知道我們在幹什麼 然後我們保守的是什麼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保守派很容易被騙 尤其是就是年紀稍微偏大一點的這個人群很容易被騙 左派往你裡面放個什麼東西他們馬上就相信 沒錯 所以左派是很容易來攻擊保守派的這一類人群 然後本來他們就並不是很知道說 所有的思想或者是所有對事情的立場沒有一個很堅定的看法 他本來就是自己搞不太清楚 很多時候都是人云亦 支持後來支持川普的這一派 當時很大一部分人群他們當時是在罵川普的那一派人 對 是後來川普當了總統罵他們在轉向的 對 我打個比方 例如像說台灣那個時候有多少台灣人投給希拉蕊 有多少台灣人投給希拉蕊 那時候台灣全台灣多支持希拉蕊 女權然後怎樣怎樣然後跟民進黨跟怎樣怎樣怎樣 川普當上了之後台灣變得好很多了之後然後國際地位各方面 你那時候才開始投川普對不對 那你投川普的時候你就知道說 你其實你不太知道川普保守的是什麼 你只是支持這個東西而已 那保守派就跟你剛剛說的一樣 其實我們保守的東西是個人自由還有各方面的我們的信仰還有價值觀 那很多支持川普的人他們不知道這些東西是什麼 他們就覺得說 哦反正他就是要下來 我就是討厭他 哦他怎樣怎樣怎樣 那這個樣子的話不是說一盤散沙 是沒有這樣一個普及的一個教育 就是大家可能很多都是人云云 對 所以才會變成這樣 那你說當時很多基督徒投希拉蕊啊 但是你知不知道希拉蕊支持的是什麼 如果你要是從保守派的這個觀點來看 希拉蕊支持女權主義 他支持墮台的那些東西 那你作為一個保守派你會投嗎 你當然不會投啊 但是那些人他們搞不清楚說 他支持什麼保守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不知道 只是身邊人說希拉蕊對台灣好 他也不知道希拉蕊到底是不是對台灣好 就說那我們就投我們就投他 所以很多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就是很多人其實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幹嘛 甚至像牧師那種支持Black Lives Matter 他其實也不知道自己在幹嘛了 他也不知道Black Lives Matter 到底是具體是這個目的到底是什麼哈 所以這個這裡面這個朋友還提到一個問題 他說他總覺得北美基督教保守派的教義 莫名強調個體獨立鼓勵人人互不關心 其實我覺得其實在北美這邊的教會之間 大家是有做連結的這樣的一個工作 就大家也有說啊各個教會啊 包括我們參加這個東區的各種牧者在一起的 聯導會啊等等等等等等 或者我們陳導會 大家其實是有努力的把所有的牧師都往一個地方來聚 然後我們可能有一個共同的思想 然後去教會裡面傳播 不過我覺得這個是這個並沒有不符合聖經 聖經的確說我們是同一個肢體 但是同一個肢體的話 你是什麼樣的角色 你去做什麼樣的角色 但是我覺得其實我們所有的教會 接下來要往一個方向發展的 就是大家在政治這個方面要有相同的看見 就是我們是要based on聖經的教導 然後我們去看這些事情 所以你看所有的基督教派 有的就說我們根本就不講政治 神的教會不能講政治 還有的人就說我們就是左派 我們支持拜登 還有的就說我們就是保守派 然後我們支持川普等等等等 所以就是這裡面就是分裂出幾個大方向 就並不是很一樣 如果要是說哪一天我們所有的教會 大家都有統一的認識跟統一的看見 就是說我們聖經的教導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是遵循聖經保守派這樣的一個主意 然後我們這樣的話就可以做一個連結的動作 對 他說翻遍聖經都沒有找到支持這類的個人主義思想的經文 反而覺得聖經在一直提倡東方式的人情社會 而不是原子化的個人自由 這點我基本上是完全反對的 因為聖經是一本書 然後是一本道德的書 是講個人道德的 他說實界這個東西每一個人都要去follow 然後每一個人都要去了解 這實界是給每一個人的律法 不是說給一個社會的律法 不是說一個社會要強迫去做這件事情 是你每一個人只要都遵守的話 這個社會就會變得很好 聖經很少要求政府去強迫人民做什麼東西 在聖經裡面他們是要讓政府的角色是要保護人民 然後讓人民得到自由的 跟美國的憲法的撰寫的方法是一樣的 個人主義我覺得在聖經裡面是非常非常被注重的一個環境 就是因為你必須要自己做好 你沒有辦法以教會的方式說 我要求我們教會所有的人 你們必須要怎麼怎麼樣 然後互相探訪怎麼樣 其實你知道有很多你強制要求的話 其實根本就做不到 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跟你實際上實行起來是有非常大的差別 所以為什麼就是每個教會根據自己的情況 會有不同的教導的方式 然後針對我們自己的教會的情況 然後會有不同的查經或者什麼什麼等等 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最後你說這一系列的失敗跟保守主義思想 背離聖經有關嗎 我覺得保守主義思想背離聖經 我們就拿基督徒群體來看好了 很多他們那個說不講政治的或者是支持左派的 他們的思想是不是背離聖經的確背離了聖經 他們沒有辦法把聖經活在生活中 他們沒有辦法把神的話語 跟現在社會發生的這個情況做一個結合 從聖經裡面可以看到很明顯 耶利米書跟現在的情況 對吧 然後像以色拉尼西米跟現在的情況 其實都是一樣的 但是為什麼沒有辦法去做一個結合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在這個保守派裡面 教徒一直都是保守派的鐵盤 就是因為我們是遵守基督教義 我們是遵守聖經真理 這個東西才是保守派的一個鐵盤 但如果說你把這個東西丟掉了 然後你不去看 你完全是拿世界的眼光去看世界的事 你不拿它跟信仰做一個結合 那一定是越走越完的 一定是越走越散的 一定是這樣 所以真的就是唯一的辦法就是回歸到聖經真理 然後所有的保守派要知道我們保守的是什麼 要把聖經真理的知識跟我們的現實社會發生的這些政治的問題 一定要結合寫到這樣去看 不然的話沒有辦法 你看了很多什麼網路上面的文章 《基督教經濟日報》 在那邊講說什麼 為什麼教會在是流失年輕人 教會留不住年輕人 為什麼怎樣怎樣怎樣 事實就是很多教會在教導是世界的東西 是在說Black Lives Matter很好 同性戀很棒 然後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要以愛怎樣怎樣怎樣 他們濫用了愛這個字 然後去解釋所有的事情 然後完全忽略了律法之後 那這個愛就變得沒有任何的意義了 這個就不是愛了 愛是律法 Government這個字 你要自我控制才對 但是他把這個東西完全捨棄了之後 那你的教會跟世界沒有任何差別的時候 那我幹嘛去教會 而且世界比較刺激 對啊 你在教會把妹跟在世界把妹 然後你可以犯的罪都一樣的時候 那你幹嘛要花時間去教會 你幹嘛要十一奉獻 你幹嘛要去遵守律法 你幹嘛要讀聖經 這個就是為什麼會流失掉年輕人 所以說我覺得這東西是每一個教會 都要自己思考的 就是你在做的東西是不是符合神經 對 而且現在教會其實能做的很多 就是給我們的年輕人 不管是這個teenager啊 或者是青年團體裡面 就是要擺正他們的思想 讓他們知道世界告訴你的是不對的 神告訴你的才是對的 他們一聽到神的話語 一看到神的真理 他們就明白說 哦原來我在世界上這些東西 完全是錯的 怪不得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 我心裡很不安 怪不得我做過這件事 讓我覺得心裡很guilty 為什麼 因為我是神造的 我沒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 我是按照世界 是按照撒旦告訴我的事情 我去做了 這個才是這個 我們教會存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 就是扭轉人心 然後扭轉你的思想觀念的東西 神說心意更新而變化 心意更新而變化 變化什麼 變化你的思考方式 the way you think 對吧 是改變這個東西 那你這樣的話 大家哦都改變了 那這社會就變得好了 那保守派當然 大家知道自己在保守什麼了 所以非常感谢這個朋友 提出這個問題非常好 我們兩個 就針對你提出這個問題 我在這兒探討 都可以做一期節目 是吧 好也非常感谢大家 關注我們的節目 我們如果大家 有時候從來沒看我們的節目 在這裡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AI news 愛報道就是一個 基於聖經真理的 保守派新聞評論節目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大家多多的轉發給你的朋友 給你的家人們 一起來看 也歡迎大家 如果你是來到我們這裡的新朋友 你還沒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鼓勵你 點那個小鈴鐺 然後我們每一天發出視頻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更新的通知了 那非常感谢您 關注我們的節目 那下面我們就一起來看 神奇傳播 好看的傳福音的小動畫片 拜拜 我是弗莉莎 我是弗莎 有一天火龍果宇航科技公司的董事長 和新聘請的科技顧問方博士 正在前往世貿中心開會的路上 途中他們聊到了信仰 嘿方博士 居然連你也信上帝 這真令我想不通了 那我倒要請教你 我們從小接受物種進化發展史的教育 難道人不是由猿進化而來的嗎 而猿不是由猴子進化的嗎 董事長 對於物種之間的差異 現代科學是根據基因比對的數據來衡量的 基因上有些差距當然可以理解 就算是任何兩個人彼此之間都存在DNA的差異 但原類應該算是很接近人類的近親嗎 根據現代基因比對的結果顯示 人類彼此之間的差異是在千分之一左右 而原類與人類DNA的差距大約是百分之一 我不是做這個領域的 這百分之一和千分之一DNA的差距 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簡單的說 這代表著原類與人類之間的差距 是人類彼此之間差距的十倍 而這十倍的差距在細微上來說 是可以產生三千兩百萬種不同變化的組合 而這在數學上來講 就可以說是一個天文數字 那你的結論是 我的結論是 從基因上來看 原就是原 人就是人 各種其類 數據上無法支持 他們之間存在類似種類的進化關係 啊 你這樣一說 我可要考慮認祖歸宗啊 啊 為什麼呢 過去我以為人類的老祖董是圓 現在我可以堂堂正正的做人了 哦 那咱倆是不是該來個團圓的慶祝會呢 哈哈哈哈哈哈